他们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先河 他们是隋唐帝国的劲敌 他们是继匈奴阿提拉之后 再次开启西方人战争梦魇的东方铁骑 倾听突厥 从大草原走向东罗马 在东方硝烟弥漫的日子里 西方也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 看来我们需要将地球仪转上半圈 看看遥远的欧洲发生了什么 在白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腹地 突然来了一支强悍的东方骑兵 历史整个欧洲陷入了恐慌 因为他们无论是相貌还是战法 都与当年横冲直撞的匈奴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匈奴人 而是中亚突厥人的一支 于公元626年流浪到欧洲 冲破了已经变得不太野性的阿瓦尔人设置的障碍 在库班河与亚素海之间建立了大保加利亚 他们也因此被改称为古保加尔人 他们的到来对于欧洲的主人拜占庭来说 无疑于在腹地盯上了一颗钉子 于是拜占庭发起了对新生的保加利亚的征讨 两者的战争是不公平的 因为一方过于强大 而一方人数太少 但作战方式也许能使战争的天平发生清泄 拜占庭是正规军 采取的是欧洲教科书里的正规战法 以方形列队行进 保加利亚是游击队 采取的是东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战法 来去无踪飘忽不定 拜占庭人根本找不到对方的主力 可是当他们试图喘息的时候 对方却呼啸而至 时间一长 正规军被拖得疲惫不堪 故此失彼 找不到节奏的拜占庭人 退回了老家 胜利者成胜进入了 金保加利亚东北部 邻居换成了斯拉夫人 同样面临拜占庭威胁的共同命运 使他们走向了联合 并经过谈判 与公元680年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国家 都城设在普里斯卡 金保加利亚克拉洛夫格勒附近 因为国家首脑是保加利亚球长 阿斯巴鲁赫 上层官员也多是古保加尔人 所以国名最终确定为保加利亚 但是斯拉夫人人数上的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显露出来 况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 显然比那个游牧民族优越很多 因而这个在建国时趾高气扬的古保加尔族 被慢慢同化 如今的保加利亚既保留了保加尔人的名称 又保持了斯拉夫人的风格 对此又有谁会感到遗憾呢 西突诀被唐高宗征服后 群龙无首的各个部落开始闯荡天下 他们知道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不冒险就等于慢性自杀 他们拿生命赌明天 竟然赢得的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切 大约在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 西突诀的一支人马由酋长埃尔托格鲁尔率领 进入辽阔而复数的小亚西亚 依附于塞尔著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 封地就在塞尔著帝国的西北边缘 即封戈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 达达尼尔海峡周围 也就是与败战亭帝国对抗的前线 日后奥斯曼帝国的边年史 给奥斯曼人编造了一份血统高贵的族谱 说他们的历史可以从中亚的乌古斯突厥人 追溯到人类的瑕口诺亚 据此推理不用说 再向上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从以后的历史可以发现 他们日后的崛起绝非出自高贵的血统 而是出自于宗教军事和政治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就是婚姻 埃尔托格卢尔去世后 儿子奥斯曼继承的领地并不比原先大多少 奥斯曼的发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婚姻 他的妻子是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谢赫爱德巴里的女儿 据记载 德高望重的长老在奥斯曼继位时 庄严地向女婿赠送了一把胜利之剑 还特别授予他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光荣桂冠 使他具有了苏菲派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他头上照成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从此奥斯曼高举的胜利之剑东征西略 一举奠定了帝国六百年的伟大基业 此后通过隆重的仪式颁发胜利之剑 成为历代奥斯曼苏丹继位时的传统仪式 在交口称赞声中 奥斯曼于公元一千三百年自封为苏丹 塞尔著人在小亚西亚的地位被取代 许多突厥部落慕名投到奥斯曼麾下 这些突厥部落追随者一律取用他的名字 通称奥斯曼人 从此奥斯曼率领信仰武士们 开始了对拜占庭朝西班的争讨 小战役不过是些铺垫 真正的血战发生在公元1317年的布鲁萨城 这是拜占庭在小亚西亚北部的军事重镇 成员兼顾 一手难攻 双方将持打九年之久 当布鲁萨城弹尽粮绝开城投降时 奥斯曼已经生命垂危 为了永久占领此地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该城的一座教堂中 这座教堂很快被改建为清真寺 据说他临终时还以微弱的声音告诫儿子奥尔汉 要时刻牢记 不要残忍 因为对一个国王最有害的莫过于残暴 要主持正义 因为正义是治国根本 要珍爱学者 身边要有懂法律的学者 因为真主的法律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要公正无私 要仁爱 要时刻保护好你的臣民 这样你就能得到真主的保佑 有人说哲学总是在死亡的那一刻诞生 因为这是一个人最终的 也是全部的生命感悟 奥斯曼去世后 这个高歌猛进的突厥公国 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称为奥斯曼帝国 布鲁萨城被确定为帝国的首都 建立这个国家的突厥人 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 是残留在小亚西亚的属于基督教世界的拜占庭领土 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庭当局的不满 西方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忙于内讧 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至的伊斯兰教武士的支援 这一征服于公元1340年宣告完成 接着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 向欧洲进军 把星月旗插上了阿德里安堡 索菲亚 进而逼近军事坦丁堡 圣地告急 直到这时 西方世界才不得不匆匆联合起来 公元1396年 十四军与土耳其人 在多脑河畔的尼科堡遭遇 十四军一败徒弟 胜利再望的奥斯曼帝国却突遭解难 公元1402年 轻敌的土耳其苏丹巴耶纪德二世 被突厥人铁木尔打败 并被俘身死 军队被迫从欧洲退却 但铁木尔只是昙花一现 他三年后的去世 使土耳其人重获自由 并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的扩张 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 发誓要夺取军事坦丁堡 这颗东罗马皇冠上最后的瑰宝 公元1453年4月 土耳其人已做好了总工的准备 这时的军事坦丁堡 人口已减至七万人以下 而奥斯曼帝国仅参战的军队 就达八万人 尽管强弱对比十分明显 但守城将士在皇帝 均是坦丁十一世的领导下 浴血奋战 借助于临海峭壁形成的天然屏障 和金角湾狭窄入口处的粗大铁链 硬是坚持了近六十天 年轻的奥斯曼苏丹突发奇想 破天荒的做出了 让土耳其舰队翻山越岭 从陆地进入金角湾的决定 次日黎明 八十余艘战舰从天而降 海上舰队与陆上攻城部队 形成前行攻势 5月29日 空前惨烈的攻守战结束了 东罗马皇帝倒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 拜占庭长达千年的帝国历史宣告结束 距离突厥人的祖先第一次向这所伟大的首都派出使团 已近九百年 拜占庭陷落后 军事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 奥斯曼的疆域随着军队的征服而扩展 先是叙利亚 埃及 后是匈牙利 公元1680年左右 又侵入波兰的乌克兰 最盛时地跨三大洲 人口五千万 拜占庭是中世纪文明的一颗明珠 它的衰亡昭示我们 如果一味躺在光辉灿烂的遗产上 无力冲破腐朽的桎梏 就会成为一个陈旧的 尾落的历史文物 灭亡的命运 也就难以避免 尚且让人感到一丝安慰的是 伟大的拜占庭文明并没有完全消失 它以婚姻和宗教的方式继续传承着 拜占庭衰亡的几年前 末代东罗马皇帝的弟弟托马斯的女儿 索伊 同俄罗斯的伊凡三室递结两远 因此信仰东正教的莫斯科大宫 成为绝世坦丁堡传统上的继承人 古老拜占庭的双英图案 变成了近代沙俄的顿形文长 沙皇的宫殿也按照东罗马的东方式样重新装修 这份垂死的拜占庭帝国的奇怪遗产 以强大的生命力在俄罗斯广袤的平原上存在了六个世纪 直到最后一位名叫尼古拉的沙皇被谋杀于上个世纪初期 他的尸体被投入水井 子女被斩草除根 东正教会的地位也降低到军事坦丁大帝之前的罗马状态 由于对东西方交流极端敌视的奥斯曼帝国的存在 元朝时期再次喧闹起来的丝绸之路重归尘寂 这条通往东方的贸易大道 从此不再为基督教世界提供新鲜的养料 无奈之下欧洲向西寻找新的通道 一个被称为发现的时代开始了 可以说是军事坦丁堡的线路催生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间接的把不为人知的美洲 大洋洲 甚至南北极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正如灿烂的李花总是在辉煌的顶点开始泄目 伟大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在登上巅峰的那一刻 走向了寂寞 造成帝国下滑的第一位苏丹是一名不争气的酒鬼 他叫塞利姆二世 懒惰 愚钝 放荡 并酗酒成性 公元1571年 酒鬼的海军像喝醉了酒一样到处乱闯 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 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从此这个傻子和疯子辈出的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帝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 原因在于怪诞的宫廷制度 奥斯曼帝国后宫在阿拉伯语中叫哈然 是禁帝的意思 只能供苏丹及其直系亲属 妻妾和黑人太监居住 整个后宫有两座清真寺 三百个房间 九个浴室 一座监狱组成 使令外面的人向往 和里面的人新凉的围城 与中国的后宫一样 里面的家里有千方百计 引起苏丹的注意 替苏丹生下儿子 再使儿子成为太子 才能母平子贵 成为人人羡慕的皇后或太后 这样尔虞我诈施展阴谋 便成为后宫生活的主旋律 比中国宫廷更为血腥的是 一旦有苏丹太子登基 他的兄弟必须被处死 理由是设计不安 要比丧失几十条人命 更为糟糕 残酷的一幕 在公元1595年上演 新上台的穆罕默德三世 杀死了朝夕相处的 十九个兄弟 但八年后 他因病去世 只剩下少不经事的两个儿子 如果按照惯例杀一个 另一个如果再出现不幸 怎么办 于是游戏规则被迫更改 用软禁在后宫的办法 取代了世兄陆地 直到上一个苏丹死去 被软禁者方能重见天日 登上王位 这些后来成为继承人的王子们 被幽禁在无边的黑暗中 醉生梦死 他们虽然被准许娶妻纳妾 但不是被动的做了绝育手术 就是生下的孩子被当场弄死 后果是 这些王储登基后 或西夏无子 后继无人 或因长期幽禁性格怪异 穆拉德四世当政时期 他的弟弟伊布拉辛被幽禁 长达二十多年 常年的与世隔绝 使他变得分外癫狂 伊布拉辛上台后 一口气刺封了二百七十九位王妃 后宫从天花板到地板 挂满或铺满了珍贵毛皮 而他尤为喜爱肥胖型女子 他最宠幸的爱妃塞奇亚帕拉 体重达到九十二公斤 帕拉是密堂块的意思 令人发指的是 当密堂块投诉一名王妃与人偷刑后 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调查 他就下令将二百七十八名涉嫌偷刑的王妃 全都绑上石块装入麻袋 如同中国的西施一样 被沉入湍急的河中 掀开新的盖头 却看到旧的面孔 好不容易盼到色鬼伊布拉辛死了 却迎来了烟鬼穆罕默德四世 他鼓励烟草种植 从波斯引进了水烟袋 和全国官员一起 享受起喷云吐雾的快乐 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 烟草 咖啡 美酒和鸦片 成为享乐的宫殿里 不可或缺的四张软殿 由如此荒唐的苏丹掌舵 奥斯曼大船焉有不臣之力 而且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反抗 军事财义制度造成的诸审各自为政 侵略政策引起的无休止的战争 已经使得帝国古兽如柴 同时文化上的阴寻守旧和顽固不化 又使得古兽如柴的帝国气短与贫血 在奥斯曼 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 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 而此时的伊斯兰教 以没落到只是一位履行宗教仪式 和熟记天赐教典的程度 穆斯林学院为了强调神学 法学和修辞学 而不惜舍弃天文学 数学和医学 仿佛宗教成了文明的全部 这些学院的毕业生 对西方正在做什么 一无所知 而且也不屑知道 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位 富有与远见的人警告 不要将奥斯曼 与临近的西方世界隔绝开来 土耳其著名的史学家 科学家卡蒂布·切莱比 在临终前警告同胞们 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 那么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 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 奥斯曼帝国根本无视这一警告 而此时远在东方的大清帝国 又何尝不是这样 当奥斯曼和大清帝国 睁大眼睛的时候 船间泡利的西方 已把他们变成了殖民地 于是教条主义加盲目自满 穷兵独武 使奥斯曼陷入了劫难的深渊 公元19至20世纪初夜 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先后从奥斯曼独立 公元1913年 帝国已退缩到伊斯坦布尔近郊 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被称为欧洲病夫 连军队都要依靠欧洲列强 提供军火和指挥 这个已经雷弱不堪的巨人 之所以能够活到公元20世纪20年代 不过是因为欧洲列强忙于相互争斗而已 正如丘吉尔所言 欧洲一直等待奥斯曼帝国的死亡 可是年复一年 这个病人却不甘死亡 衰弱的双手 依然抓住巨大家业的钥匙不放